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就不愿相信儿子会突然去世的沈玉士 见后立刻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致死 仲青游也认为其死因可疑 于是次日一早 沈玉士在地宝王陵的陪伴下 向渔航县衙递交了要求验尸的成词 时任渔航县之县叫刘西彤 籍贯天津 69岁 这是他第二次来渔航当县令 人命关天刘西彤自然不敢疏忽 开堂审问一番后 决定亲自带着五座沈祥吉门丁审彩拳 去勘验葛品连的尸体 就在这时 当地有个叫陈竹山的乡绅 刚巧来县衙为刘西彤诊病 当他听说葛品连死得不明不白后 立即就把他听闻的一桩风流式 羊吃白菜绘生绘色的 讲给了刘西彤 这就要说起 葛品连貌美如花的妻子碧秀姑了 碧秀姑 乳名叫阿生 于咸丰六年 1856年 出生在于杭县毕家堂村 幼年时 父亲毕成祥早死 只剩下母亲毕王氏 与他相依为命 他八岁时 母亲带着这个托油瓶女儿 改嫁给了在县城荡粮差的玉晋天为妻 此后改称玉王氏 玉晋天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妓女 因此 当媒婆冯许氏 来为葛品连上门提亲时 毫不犹豫同意了这桩婚事 葛品连 乳名叫小大 家中原本经营一家豆腐店 不过其父葛奉来病故后 一家人的生活 顿时陷入了困境 其母后来改嫁给了在县城做木工的神体人 此后改称沈玉氏 而葛品连 也被寄付神体人 推荐到县城一家豆腐店做帮工 葛品连与郁家是邻居 他早就对容貌交好的碧秀姑 暗生情愫 于是同志十年 1872年 其母沈玉氏 为儿子聘取了碧秀姑为妻 由于葛品连没有住房 所以 二人的婚礼 是在郁家举办 小两口也赞助在了郁家 但郁家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房屋无多 小两口住进来后 更显拥挤局促 因此 葛品连夫妇 打算在外面租房居住 葛品连的继父神体人 因在澄清巷口吸手的杨乃五家盖房子时当过监工 得知杨家有空房对外出租 遂与妻子沈玉氏商议后 最终以每月八百文的价格为葛品连夫妇 租下了杨家的一间房屋 由此 葛品连夫妇住进了杨家 房东杨乃五 于航县当地相生 由于杨家世代以重丧养残为业 家境算得上小康 因其兄长三岁早妖 其父杨普堂过世后 杨乃五继承了家业 此外 杨乃五读书十分勤奋 二十多岁 即考取了秀才 街坊相邻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杨二先生 葛品连夫妇搬进杨家后 两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由于葛品连半夜就要开始起床做豆腐 所以经常住在店里 杨乃五的妻子杨詹氏健壮 便经常邀请碧秀姑与他们一起吃饭 无论是杨詹氏 还是杨乃五的姐姐杨菊珍 对这个聪明伶俐小娘子都很喜欢 一起吃饭时 更是说笑不停 而杨乃五得知 碧秀姑对读书有了兴趣后 也经常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 教他读书写字 没成想 这一幕竟在后来成了别人的谈资 一切起因于同志十一年 1872年 九月 杨詹氏因难产去世了 杨乃五成了官夫 而碧秀姑仍不必闲地 与杨乃五同桌吃饭 丙逐夜读 这在观念守旧的清朝末期 难免会惹人非议 再加上葛品连经常夜不归宿 其人身材矮小 酷似五大郎 而碧秀姑却生得白净娇好 平时又素爱绿挂白裙 被人们称为小白菜豆腐西施 因而不久就流传出了杨吃白菜的传言 即说杨 杨乃五 与白菜 碧秀姑 有奸情 葛品连听到传闻恼羞成怒 由于并未找到实证 只好信信地带着小白菜 搬出了杨家 赞助进了玉镜天表弟王兴培家 此后 葛品连夫妇与杨乃五一家再无来往 既然两家断绝了关系 谣言总该会平静了 可随着葛品连突然暴死 街坊邻居又暗暗搅起舌根 都说是杨乃五与小白菜 合谋堵死了葛品连 这一年八月 杨乃五赴省城参加同志鬼友科乡市 考取了浙江乡市第104名举人 他也是当年于航县唯一一名举人 一时之间名声大噪 风光无限 杨乃五虽没有机会踏上仕途 但他的前途显然一片光明 却不料乐极生悲 他根本就没想到 自己会惹上一桩杀身命案 或许是出于极度心理 又或许是早有夙愿 总之秀才出身的陈竹山 得知沈玉士要求验尸后 将杨乃五与小白菜的传闻 添油加醋的 讲给了县令刘熙彤 刘熙彤听闻此言心中暗喜 立即派出衙役 去到街坊调查 果真得到佐证 由是生出要把新科举人杨乃五 拖进此案中的险恶心理 问题来了 刘熙彤这个支县大人 为何要置杨乃五于死地呢 原来杨乃五除了金银祖业 还有份虎口的银圣 为平民百姓带血状子 也就是送尸 此前因官身勾结欺压百姓 杨乃五数次为百姓打抱不平 甚至还将所欲不公之事 编成打油尸讽刺 他也因此得罪了当地的官吏 其中最让刘熙彤恨的咬牙切齿的一件事是 临间踢狐 什么是临间踢狐 就是百姓来较量 在县牙称重时 有这么一条潜规则 县力们要踢上三脚 让两米溢出来 这溢出来的两米 最终会被县力们瓜分 这要是在很久很久之前 百姓们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可大清王朝自雍正帝在世时 就以明文规定 取消临间踢狐 这个漏归 浙江省府也早就通告全省 一米均由粮户自行扫取 偏偏于航线的官吏 压根就没把法规放在眼里 继续恶袭不改 杨乃五见状很是气愤 于是一纸诉状 将何春芳等贪官污吏 统统状告给了支线刘西彤 但他哪里知道 何春芳如此胆大妄为 完全仗着身后有刘西彤撑腰 刘西彤起会拆自己搭起来的台子 结果自然是杨乃五没能胜诉 不仅如此 他还被何春芳等人反咬一口 说他鼓动百姓抗粮不交 与官府作对 还中饱私囊 最后败诉的杨乃五 被衙役们驱逐出了公堂 杨乃虎越想越悲愤 当夜便写了一副对联大清双王法 这省梁府台贴到了县衙门口 由此种下了祸根 因此 当沈玉士来到县衙叫冤 陈竹山又讲杨乃五的风流传闻后 于杭之县刘西彤心下大喜 他认为公报私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带着这份窃喜 刘西彤立刻带着五座沈祥吉门丁神采拳 来到葛家庭市现场 进行尸检 五座沈祥彦仔细检查了葛品莲的尸身 见他面呈淡青色 口鼻内确实有淡血水流出 此外 身上还起了十余个大炮 见此情形 沈祥便有了基本判断 葛品莲应当不是死于砒霜 因为没有蹊跷蹦雪 便伸起小炮的状况 但接下来 沈祥顿时陷入了疑惑中 他拿银针刺探尸身后不厚 银针竟显清黑色 擦之不去 这一点来看 又像是砒霜中毒 一旁的门丁神采拳 看出沈祥的异样 于是问他 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 沈祥想了想 回答说 可能是生烟土 中毒致死 沈采全一听 当即反对说 葛品莲不可能是生烟土中毒 因为服侍生烟土的人 都是自吃自杀 与葛品莲生前情况不符 一口咬定 这是批毒致死 听闻此后 沈祥不同意 二人就在艳势现场吵了起来 重点是 他们谁都没想起来 试毒的银针 根本就没用造脚水擦洗过 最后 沈祥草率地做出 葛品莲是服毒生死的结论 县令刘西彤 看见这份含糊的武作验尸结果后 顺水推舟认定 杨乃无与小白菜 合谋堵死了葛品莲 从而炮制出一起轰动朝野的冤案 葛品莲的妻子小白菜 被押到大唐审问 食指被夹 惨受烧红铁丝刺辱 西龙滚水交备的酷刑 申报 这种言行逼供下 小白菜不得不按照刘西彤的意思 招供他与杨乃无 因奸情害死了丈夫葛品莲 有了小白菜的这份供词 刘西彤欣喜若狂的 立刻命人将杨乃无拘押归案 起初 因杨乃无是新科举人 按照清朝的律法 不能用刑 刘西彤就承报杭州之府陈鲁 要求集去杨乃无的举人身份 按照刘成 陈鲁还要承报给上级浙江巡抚杨昌讯 在由杨昌荣承报倾庭 但还没等同志皇帝的预批下达 早就急不可耐的刘西彤 在审问杨乃无时 已经对他动用了大刑 对这子虚乌有的罪名 就算被审讯数次 杨乃无也不肯承认 刘西彤见状 只好再次提申小白菜 小白菜看见刑具已瑟瑟发抖 不敢改口 于是这位昏庸的支县大人 认为案情已明 还将验尸 审问记录 承报给了上级陈鲁 与此同时 同志皇帝的预批下达 杨乃无 小白菜二人 又被押借到杭州府 进行二审 素来看不起读书人的陈鲁 主官认定 杨乃无平日里 就爱寻衅滋事 包揽送辞 故杨乃无一到杭州府 即遭受了贵钉板 贵火砖 上家棍 调天平架等残酷的刑罚 几番酷刑下 杨乃无最终承受不住 终于供输出自己与小白菜通奸 并用批霜毒死葛品连 至于批霜的来源 杨乃无只能被迫编造 自己是从仓前镇爱人堂药谱 钱宝生出以毒鼠 为名够得 陈鲁大喜 认为此案已结 遂在判决杨乃无展立决 小白菜临时后 将此案上报给了浙江涅斯 浙江涅斯款赫孙间案后 一开始还觉得此案可疑 同是举人出身的他 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个新科举人会为了区区 一届妇人抛弃前程 赔上性命 毕竟杨乃无终举 意味着他前途无量 因此 凯赫孙又亲自审讯了 两次杨乃无和小白菜 怎知二人早已被言行折磨的 丧失了信心 面对凯赫孙的审问 想到经历黑暗的一幕又一幕 二人只想诉死 不想再为了翻案 遭受皮肉之苦 因此 凯赫孙得到的 还是与之前一样的 口供 凯赫孙又找来于杭志县刘西彤 杭州知府陈鲁 了解审问过程中 是否有异常情况 但恨不得早早结案的二人 怎么肯承认驱打成招的事实 皆信誓旦旦的表示 此案铁证如山 绝无冤屈 快高斯见此 也只能叹息 这新科举人实在糊涂 最终按照程序 将案件上报给了浙江巡抚杨昌讯 碍于杨乃无此前新科举人的身份 原本杨昌讯还派出后部之县 郑西子到渔航县微服私访 哪知这位郑西子 经历用此事 跑到刘西彤的家里大吃大喝 甚至收了刘西彤的贿赂 压根就没去杨乃武招供的药铺调查 就连所谓的药铺伙计 钱宝生 十名钱坦 也是香绳陈竹山找来 他被一番威胁后 只能被迫承认的去卖过披霜给杨乃武 酒足饭饱的郑西子 回到杭州后 一口咬定 经他调查此案的确 无冤无烂 杨昌讯见此 认为此案证据确凿 最终完成了此案的最后一个环节 即上报朝廷 刑部回文下达 方可对杨乃武和小白菜 执行死刑 到了这个时候 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 几乎没有翻案的可能了 但此案最终还是迎来了大反转 就在官僚们等待刑部回文期间 狱中心灰意冷的杨乃武 最终在包解杨菊珍的苦苦哀劝下 写了一份申诉状 此状由旭贤妻子詹采凤 杨詹氏的包妹 带到杭州城各衙门申诉 申诉无果后 不愿放弃弟弟的杨菊珍 决定自己带着状纸上京去告狱状 首次告狱状 杨菊珍求助无门碰了一鼻子灰 身上的钱财也花了个精华 幸好得到了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资助 回到家乡后 他不愿放弃 岁于同志十三年 1874年 七月 带着弟妹詹采凤 再次进京上告 这一次 他们在胡雪岩的帮助下 找到了在刑部任职的浙江籍官员夏同善 本着同乡勤奋 夏同善为他们指点了一条名路 即让他们走访三十多位浙江籍官员 并向部军统领衙门 刑部 督察院 投递了冤状 与此同时 夏同善也没敷衍了事 他当即将此案反馈给了刑部 又是狼翁童和 翁童和看过诉状后 悲愤不已 遂写了份奏书 上报给慈禧 此案两宫太后 慈禧有所动容 下了一道御址 点名要浙江巡抚杨昌讯 重新审理 杨昌讯不敢懈怠 硬着头皮 找来胡州之府西光 绍兴之府龚家郡 赴阳之县许家德 黄炎之县陈宝善四人 共同审理此案 当时的上海 申报 也抓住热点紧跟报道 顿时此案不仅轰动了江南 也轰动了大清王朝上下 碍于舆论影响 以及慈禧太后的威严 此次重审过程 所有官员都没敢动刑 故杨乃武与小白菜 都推翻了原来的供词 哭诉自己 是被驱打成招 杨乃武和小白菜 眼看就要沉冤昭雪 不幸的是 在这个接骨哑上 同志皇帝驾崩了 故此案一再拖延 无法结案 于是刑部给市中王淑瑞上奏 怀疑杨昌讯等人 是训故私情 故意拖延 朝廷就改派由浙江学政 胡瑞兰赴审此案 杨乃武和小白菜 万万没想到 刚刚看见的希望再次破灭 这位钦差大人 手段远比之前的刘志县 等人还要残暴 胡瑞兰没日没夜 对二人进行轮番拷打逼问 杨乃武的两腿被夹折 小白菜的食指扎脱 酷刑折磨下 二人不得不再次认罪 光绪元年 1875年 10月初三日 胡瑞兰将结案陈词 上奏给两宫皇太后 及光绪皇帝 一口咬定 此案没有冤情 你案员审判定罪 至此 杨乃武知道自己在南翻案 绝望中 给自己写了一道 晚连举人便犯人 斯文扫地 学台冲行台 乃武归天 讽刺胡瑞兰这个草菅人命的糊涂官 但在上海申报 公布了胡瑞兰的终审报告后 浙江的举人 声援们愤怒了 以杨乃武好友汪树平 吴亦同 吴亦坤为首的三十余人联名控告 此案七审七决却都是严刑逼供 驱打成招 他们强烈要求朝廷提经撤审 招示天下 与此同时 十八名浙江籍金官 也联名请求 由刑部直接审理此案 翁同和 夏同善 及张家乡等人 也不断在两宫皇太后前说话 强调此案如不平反 浙江将吴亦人肯读书上进矣 此时正是光绪帝年幼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际 慈禧玉立威信 更是恼目于区区一桩案子 审理官员竟敢杨凤因为 岁下御令 由刑部直接审理此案 刑部接手后 在提审杨乃武 小白菜 以及证人进京的过程中 有官员发现 葛品连的尸检结论有一点 索性连着葛品连的棺材 一同带到了京城 光绪两年 1876年 12月初九 刑部尚书桑春荣 带着唐官 司官 武作 差役四十余人 以及杨乃武 小白菜二人 来到北京海会寺公开验尸 众目睽睽下 葛品连的死因 忠于大白天下 因病致死 事实 已经很清楚了 杨乃武和小白菜 确袭冤枉 光绪三年 1877年 2月16日 慈禧太后 以光绪帝的名义 颁布平反预指 本案主犯杨乃武 于葛碧市 小白菜 据无罪开示 但葛碧市 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 宋经读诗 不守复道 至朝悟义 账八十 杨乃武于葛碧市 虽无通奸 但同时较经 不知避嫌 账一百 被葛举人身份不予恢复 罪魁祸首于杭之县 刘习童 因因误实诗读 行逼葛碧市 杨乃武 被判流放黑龙江 不久 刘习童即死在黑龙江 对于涉案的杭州知府陈鲁 浙江巡抚杨昌讯 快赫孙 以死免疫 宁波之府边宝城 嘉兴之县罗子森 后补之县顾德恒 龚世彤 郑熙子 及钦差大臣胡瑞兰等官员 分别判处留刑 隔职 查办等 这些人最有应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此案封锡后不久 已被隔职的浙江巡抚杨昌讯 不仅副官 还被提拔为敏着总督 封江大力 这着实有些讽刺 无论如何 这个前后 延续了三年多的晚清冤案 终于尘埃落定 杨乃武与小白菜 最终频繁昭雪 案件虽已经过去百十来年 但此案中很多细节 也值得我们去深思 假如杨乃武不是举人身份 此案最终会翻案成功吗 不难发现 此案的第一被告 本是葛品林的妻子小白菜 但在审理过程中 第一被告竟渐渐发展为杨乃武 即使杨乃武是共犯 但小白菜却被不断淡化 此后更是已成为附加角色 原因何在 很明显 是杨家一直在努力推动冤案的平反 从而促使杨乃武成为了本案的焦点 不得不说 如果不是杨乃武 小白菜早已是地下一缕冤魂了 我们来看 正因为杨乃武家境小康 其包姐 妻子才有上经告育状的一个财力支撑 但即便在这种还算英识的经济基础上 杨家为了营救杨乃武 也最终闹得个倾家荡产 家徒四壁的结局 这种情形下贫苦出身的小白菜自然没有能力为自己喜冤 那么当时像小白菜这样的人 是否也是有冤不能深呢 对当时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 告欲状绝不是想告就告 这是一条崎岖间歇而又遥不可及的道路 经济就是摆在前面的第一大难题 再说杨乃武的身份 新科举人 这意味着 他远比普通百姓拥有一定的特权 如果不是有这一层身份 想来此案也不会如此反复审了又审 审案官员的迟疑 程序的复杂 都为杨乃武赢得了更多的名冤时间 此外 杨乃武平日里奸写诉状 可见他对大清律法的熟人程度 而其家人上诉过程也完全是按照先地方 后复经这一流程 假如杨家直接上京告状 怕是此案不仅得不到翻案的机会 杨乃武也会落下约束的印记 从而失去一些官员对他的同情 倾向于认定他是刁民奸送 我想 最为重要的一点 还是杨乃武身后的浙江士绅 汪树平 此人与杨乃武乃是同科同盟举人 当时恰好在京丹任内阁中书 其堂兄汪树堂时任行不原外廊 其祖父又曾做过内阁大学士 这种家世背景 自然会成为杨乃武方案的关键人物 夏同善 汉林院编修 原坚属刑部又是狼 夏敬川的堂兄 此人不仅握有不小的权力 还是光绪帝师 重要的是 他的人际关系网中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刑部又是狼翁同和 吴以同 此人虽然没什么官职 但他常在庆渔堂做西席 可见杨家能够得到庆渔堂老板胡雪岩的资助 很大程度上是赖于此人 拿这三个人来说 他们身后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 力量不可低估 这种社会资源 当然是像小白菜这样的普通百姓 可望不可及的 所以杨乃武能够翻案 看似偶然 但实际上离不开很多必然因素 以上皆是其中几种 当然还有一点 18位这级金官 为什么要会非常积极地帮助杨乃武深渊呢 姑且不说 其中离不开一些人脉因素 但是这些竟然官场多年的这级金官 也远非出于同情之心 就会挺身而出 毕竟但凡他们主张重审 难免会得罪审案的一批官员 贸然置身其中 无疑是一种非常冒险的举动 他们为何会如此义无反顾呢 终其原因 即是吐死湖碑 误伤其类 当年的 申报 对这关键因素 可谓一针见血 地方绅士打抱不平 胆敢与大献为敌 呈上伯洁之词 非受冤者为士林同类 恐义无有此一番大出力 也就是说 无论是这级金官 还是浙江士绅 他们不惜代价 为杨乃武深渊的最终目的 是保护浙江读书人的生育 他们必须力保 集体声望没有污点 在一个读书人 被视为道德典范 和社会标杆的时代 生育一旦遭到损坏 后果可想而知 诚如夏同善在上奏中所述 此案如不究明实情 浙江江无一人读书上进 相比之下 小白菜这个孤立无助的平民百姓 只能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攻击 想要深渊 根本是痴人说梦了 杨乃武出于那年 年仅37岁 遭此恨祸 试图禁堵 遍体鳞伤 他回到渔航县后 已经家徒四壁 好在尚能经营杨家祖业 此后 杨乃武便一心研究残桑养殖 多年后 竟培育出孵化率高 抗病率强 节俭层后 色泽光亮的残种 命名为凤餐牡丹杨乃武纪 在江浙一带 很受残农喜爱 民国三年 1914年 杨乃武因患窗居不治身死 享年74岁 葬于渔航镇西北州 枕乡安山村附近 小白菜 初遇十年仅25岁 由于冤情昭雪他 仍被定罪 不守复道 生母 婆母 都不愿接他回家 新任之县要他重新嫁人 他也不肯 最终被迫流落到渔航县南门外师门唐准提安 出家为尼 成为此云老尼姑的徒弟 法名汇报 此案里没有香火 他急以养猪 养鸡度日 闲来无事读一读书卷 于民国十九年 一九三零年 元季 享年76岁 杨乃武去世时 小白菜曾去送葬 也在自己临死之际 留下过一份遗言 称自己害了杨乃武 今生今世无法报答 只有来世再报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